那再来秋冬季节最让人困扰就是怎么样除湿 除湿的话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选用能效一级磅的电气 那再来呢 它一样会有滤网 我们要记得氢滤网 那还有一个跟吹冷气是一样的 我们尽可能的把门窗关闭 不要让外面湿空气又跑进来 那还有一个就是要特别要注意的是 除湿机的效能 它其实会比冷气机的效能还要好 那冷气机的除湿它其实是附带功能 所以我们没有针对冷气机的除湿功能去做检测 所以建议大家用除湿机 再来那雨天湿答答的 衣服不好干那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用 卫浴的暖风机 电暖气 因为它的效能非常的差 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我用假设我的洗衣机它有那个 分段脱水的功能 我们就选择最高速的方式把衣服脱干 那脱干之后呢 我可以选择 小瓶术的空间去 搭配除湿机和电风扇 把我的衣服做除湿的动作 那这个地点选择非常的重要 通常一般家里空间最小的地方是哪里 通常 最小的吗 小瓶家里应该是厕所 对就是厕所 真的 但是你不要把衣服放在厕所里除湿 为什么 因为厕所有很多的水 像马桶水啊 或是洗手台 你进去洗个手啊 这些都会有水汽 所以会让你除这效能变差 所以建议是选个 最小的那个房间来除湿 那 记得要搭配电风扇 它可以让你的 衣服的 干的效率 比较快